大家好, 歡迎收看《健康動督》 我是郭德欣 今天坐著漂亮的郭醫生 郭醫生, 昨天剛剛小暑光過 天氣不太好 令到胸圓出現煩躁、胸悶、無力的症狀 因為夏季, 陽氣最盛 新陳代謝很旺盛 陽氣外發, 福音在內 這樣的季節重在精神調養 切記大悲大喜, 心盡人之涼 這樣才能達到養生的目的 其實除了調節我們的心理情緒之外 飲食方面應該怎樣調理比較好 除了日常多喝點水之外 可以多吃一些含水量高的蔬菜 來補充水分 像瓜裡的蔬菜含水量 大部分都在90%以上 很適合這個季節 所以今天來特地為大家推薦 一款湯水 就是佛手瓜扁豆煲排骨 佛手瓜扁豆煲排骨湯的材料 有佛手瓜兩種, 扁豆50克 鮮粟米1至2斤 排骨150克 烹飪方法很簡單 先將佛手瓜洗乾淨 去皮、去核, 切成塊狀 扁豆洗乾淨 然後將它泡一泡水 新鮮的粟米洗乾淨 去皮和粟米酥之後 切成小圓柱狀 排骨洗乾淨, 要去掉血水 將扁豆、粟米一起放在鍋裡 大火煮15分鐘之後 再轉小火煮半小時 最後加入佛手瓜 再煮15分鐘 加鹽來調味, 就可以飲用了 各位先生, 我想問一下 為何用到佛手瓜呢 佛手瓜是葫蘆科的一種蔬菜 又叫瘦瓜、河掌瓜 佛手瓜性涼、胃肝 具有比較好的健脾開胃 禮氣合中, 去風解熱的作用 很適合用於頭痛、咳嗽 腌肝、咳喉腫痛、胸汎氣喪等情況 各位先生, 我知道有一道中藥 就叫佛手 跟我們這款湯裡用佛手瓜 其實佛手瓜是否是佛手瓜的鮮品 佛手瓜並不是佛手 雖然兩者外形比較相似 但是兩者的功效 性味都相差比較大 佛手是雲香柯的一種植物 有特殊的香味 有酥乾禮氣, 合胃止痛的功效 它是一種禮氣的中藥 而今天我們介紹的佛手瓜 性味涼、適合夏天使用 大家千萬不要混淆了 貶豆是美甘, 有健皮、和胃和去暑的功效 在暑天的時候, 用貶來煲湯 然後去暑濕 而粟米是美甘糧 清潔、解獨 同時也是熬湯的好料 把所有材料合用 令這款湯水有非常好的解暑去濕 健皮和中的作用 亦用於下季 暑濕時, 季節性使用來煲湯健胃 亦用於頭痛、發熱、腌肝、腌痛 還有肢體困乏 或是沒甚麼胃口時飲用 佛手瓜扁豆煲排骨湯的材料 有佛手瓜兩隻,扁豆50克 新鮮粟米1至2斤 排骨150克 郭醫生提點 佛手瓜是一種適合下季食用的瓜菜 而佛手瓜扁豆煲排骨湯 有解暑去濕、健脾和中的作用 今天這款很適合下季飲用的湯水 希望大家可以嘗嘗 不過謹記佛手瓜和佛手 是兩種東西 希望你今天也可以學到東西 若然對我們節目感興趣 可以關注屏幕下方所顯示 廣線網,想去碟的重溫 同時也可以關注屏幕下方顯示 健康動篤銷新老觀翻微博 留言給我和郭醫生 今天謝謝郭醫生推薦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